新书快报 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 错过的永远最美 这句话适用于爱情 回忆旅行 还有故乡 为您介绍一位画家 用水彩还有记忆所写成的书 书名叫做画家带路 基隆小旅行 为您请到王杰老师 老师您好 书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画了好多基隆的景色跟人物 而且都让我觉得好难忘 例如说像是阳明海运 你画完它就被改建了 其实还有很多 像什么电机工的乌瓦 小渔港的船屋 甚至还有人物石货狼 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被你画完 他们就好像消失或变掉 被你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其中有没有哪一个东西是 你画完然后它消失了 你觉得最揪心的呢 首先我要澄清 就是这些东西 我有画没画它都会消失 不过还好我有把它画下来 这个中间有哪一个 是让我觉得 这是经验上面最冲击的 其实蛮多的 但是中间有一个 它像是它有一个 那个金玉山营楼 它本来是两间 联动的那个红砖屋 这是常常经过那边的时候 都会想说 它有空要来画它 有空要来画它 那一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 它竟然有一栋已经 正在拆 那我就觉得非常害怕 因为你也不知道 第二栋会不会跟着拆 就是赶快跑到画室里面 去拿了纸笔 跑到现场赶快去把它画下来 至少把它残留的那个身影留下来 那个其实是非常让我震撼 跟觉得心中感到不舍的一个经验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看王杰老师这本 画家带路 基隆小旅行画的这个 金玉山营楼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弯卫 旁边一栋 全部拆光光的时候 那个原本那一栋大楼 那种裸露的边边的墙壁 以前都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我以前常常看 还有看到那种旗楼 外面明明就是巴洛克的建筑 那下面一大堆的摩托车 如果讲到那个巴洛克 我会觉得说基隆应该很杂乱 我都看不到这些东西 但你好像看到了很多 很特别的建筑 对不对 对 当初刚回来基隆的时候 给我的感受 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报道的 那个印象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时的基隆就是可能全台湾排名 最后一名的一个城市 最不幸福的城市 可是我就明明没这个感觉 我觉得我住在基隆超幸福的 食物好吃物价又低 然后而且我其实在街上 可以看到很多老建筑 我觉得很喜欢 我看到那个巴洛克建筑 真的吓了一跳 简直就是可以像成一个老街 但是那是因为 你把前面的杂乱的地线都移掉了 对不对 有一些移掉了 但大部分它还是维持原貌的一个呈现 像日本市的公家机关 他们留下来的宿舍 比如说像那个高远新村 那还有很多像闽南市的旧的民宅 那基隆还有一两个三合院还留存着 那也有日本时代的那种 和洋混合风格的那种洋房 或者说红砖的那种街屋 这些在基隆都还找得到 这种建筑其实都被那些杂乱的东西给掩盖掉了 所以下次大家到基隆的时候 可以先看看老师的这本书 画家带路 基隆小旅行 只是希望他不要又被你画完 然后就又不见了 在书里面其实我看到一个建筑 我个人觉得好有趣 我觉得用阴阳楼来形容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场可爱家 你画了两张图 一张看到的是还蛮漂亮的一个独栋的 有棋楼的一个建筑 另外一张确实从后面看就 全部被拆光光 一个屋子有两个主权 然后被乱拆的情况 好像在基隆还蛮常见的 那讲到这个基隆的人物 我就觉得说除了石货廊以外 你好像在画的时候 常常就会结一些奇怪的缘分 因为你在街上画画的话 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 因为你的目标是 可能是某一栋建筑 或者是某一条街 但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是 这条街上周边来往的人物 他多多少少都会跟你有些互动 这还蛮好玩的 我在书边看到最奇怪的是 有人会跟你讲说 你竟然怎么会画 我就拿我家旧的照片给你 叫你帮他画一张 对啊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那我也遇过有人 他想要搬板凳给你做 然后甚至还拿饮料给你喝 或者说提出他对于这些建筑的意见啊 等等各式各样都有 还有人会想赶你的 有遇过一个 有一个老的杂货店的一个老先生 他那个老老板 他其实对于不是上门消费的人 在那边逗留 或者说对他的房子 东看西看 他都非常的警戒 这本书画家带路 基隆小旅行里头 讲人的故事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都被你用画的画下来了 其中有一幅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个阿嬷 现场打草鞋给你看 他孙子都不知道他阿嬷会打草鞋 这个缘分怎么出现的 本来其实是题目上的设定 就是要找一些基隆传统的一些工艺或手艺 那我就打听到这一位阿嬷 他是在那个万木山渔港那边 所以我就跟他透过关系 跟他约到时间了 然后跑去访问他 那他也还蛮热忱的 他就是现场就做给你看 他做的那个草鞋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架子 好像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他有特别的一些工具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其实草鞋还有分上山下海的 两种不一样 这本书叫做画家带路 这位画家是王杰王老师 他在基隆开了一个画室 那个画室还很靠近以前的成品 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 你这本书其实是再版 第一版的时候其实是捕红的 红到那个星巴克 都要你去帮他们画一张壁画 好有趣的经验 现在在基隆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画的画呢 壁画有至少两种形 是一个像画在墙上的 另外一种是烧成瓷砖 贴在墙上的 它就在基隆庙口旁边 那旁边有一条叫做紫桑像 那从紫桑像上来 在旁边有四个防空洞的洞口 那边因为之前跟基隆有一个团体 叫基青镇 跟他们合作在那边做了一个 以基隆八景为主题的一个磁砖画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可以直接在户外可以看得到的一个 大型壁画的一个创作 其实老师很谦虚 我知道还有当地的银行 都把你的那本画 放到那个成款簿上面去了 那个恶性了 其实我觉得看你的画 最好还是搭配一下书 然后自己规划一个路线 但不晓得说你这个书里面这么多景点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要规划一个路线 给那些想要走一趟的人呢 其实在市中心 你以海洋广场或者是车站为出发点 可能中间的路线可以绕到庙口 这一个起点跟终点 中间 我书里面提到很多有趣的地方跟人 全部都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步行的话是非常 当然七楼有很多摩托车 我没办法说方便 但是距离不长 距离不长 趣味恒深 其实我接触到的读者 他们很多都会照着书上几个点 就自己找路线出来 就开始在那边走 因为其实距离都很近 这本书书名叫做画家带路 基隆小旅行 其实基隆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只是你要先穿过那些杂姨杂巴的东西就剩了 王杰老师用画的方式 帮我们把那些杂姨杂巴的东西给移开了 而且你的景点 其实上山下海 人物 各种奇特的行业都有 你说在市中心就有一个超大的木材行 还有就是那种船舶的五金行 我想要内行人才会知道 但看你这个书就可以按图所记 但好像没有讲到吃 讲到旅游 大家都一定要讲到吃 你的书里面 其实有一部分是那种 大概真的只有在地人才会去的了 例如说那种小的店 他会卖一种叫黑白马条酒 很像是什么味道 叫欧白贝 吃其实在我这个书里面 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那这其实跟一开始 这本书的定位设定 上面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其实并不是把它当一个旅游书在写 而是一个地方人文历史的一个书 所以提到吃的话 我当然会去找极为特别的 或者说外地人完全不知道的 那这个欧白贝 这个调酒的这间店 叫做三姐妹 好那三姐妹 他其实本来是基隆这边的一些码头工人 他们在吃的一个小店 都是一些热炒啊 熟食啊 但我因为回基隆之后 基隆这边朋友都带我去这个地方 然后就觉得哇这边超赞的 那那个欧白贝就是我记得好像是米酒配保利达吧 原来只是这样子的东西啊 好这个欧白贝调酒啊 其实我想只是你所有基隆的风景中的一部分而已 那希望大家不要说只是纯粹以观光客的角度去看一下都跑掉了 其实看您的书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为你是在地人而看到了那种比较深的感受了 那希望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家乡也是这个样子啊 那今天非常谢谢画家王杰王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画的这个基隆的小旅行 书名叫做画家带路基隆小旅行 谢谢王杰老师 谢谢 欢迎下一次统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谢谢大家